大家最近是不是经常会看到最短命驾驶证的新闻 很多刚考出驾照的朋友 因为骑电动车、摩托车就被吊销 只动成驾照了 很多人都特别不理解 今天我们就来一块分析一下 首先大家看这张图 就是驾驶证背面的准驾车型 如果是骑普通的二轮三轮摩托车 需要有D或者E驾照 你如果已经有小汽车的C1C2驾照 如果想骑摩托车 必须要考取摩托车驾照 如果你的驾驶证上显示C1D或者C2D 这样才可以骑二轮三轮摩托车 如果你只有小汽车的C1证 骑二轮三轮摩托车 就是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 一次性扣12分 如果你的C1证还在实习期 驾照就被吊销了 如果你有C1证也有D证 但是驾驶的二轮三轮摩托车没有拍照 那么就是驾驶不拍照的机动车 同样扣12分 C1证在实习期驾照吊销 当然了 如果你的摩托车都报废脱审了 比如我家质量 零木GS125 肯定也是不能上路了 摩托车其实还比较好理解 毕竟有车有的发动机 肯定算是机动车 但是很多人骑电动车 骑车驾照也被扣分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可能分不清楚 两轮电动车实际上分三个级别 第一种是电动自行车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新国标电动车 带车灯子 限制重量 限制速度那种 挂绿牌 按非机动车管理 可以走非机动车道 无需驾照 也可以没有保险 在进摩的城市中开 这种绿牌 新国标电动车 不会影响你的 机动车驾驶证 还有一种是 电动轻便摩托车 和电动摩托车 这个是按机动车管理的 需要走机动车道 需要有驾照 牌照 必须上保险 大部分进摩的城市 不能开 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 也叫不符合 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 目前这种电动车 交管部门 给予一定的过渡期限 在规定的时间内 可以申请过渡期的 临时牌照 是一种白色临时牌照 一般有效期是3到5年 上了临时牌照的 超标电动车 在有效期内 是可以合法上路的 但是按照规定 这种车属于 轻便摩托车 还有一种电动摩托车 就是那种 大菜板摩托车 牌照为黄色 不管是超标电动车 还是电动摩托车 在驾照提系里 都属于轻便摩托车 也属于机动车的反处 需要E正或者F正 所以 如果你只有C正 没有增加E或F 被交警查到 这有可能会被当作 准驾车型不符 扣12分 如果是在实习期 直接调校驾照 当然这种 大菜板摩托车 如果没有牌照 就是驾驶 无牌机动车 同样也是扣12分 因为其这种 大本电动车 被扣12分 调校驾照 是最普遍的 依照梦显法律法规 一个人不能同时持有 两本驾驶证 因此就出现了 一本驾驶证上 有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准驾车型 比如最常见的CED 这就难免会带来一个问题 如果多证合一的驾驶员 驾驶着其中一种车型违法 势必会连累 他对其他车型的使用 所以 为了自己的 骑车驾照安全 如果没有摩托车 电动车驾驶证 还是尽量不要骑 摩托车 踏远电动车 否则这有可能一下子 被扣12分 如果你的驾照还在实习期 就坚决别骑 电动车摩托车了 要不 因为骑电动车被扣12分 驾照吊销 实在是太远了